夜幕低垂 一艘打着灯光的船 载着身着灯饰的表演者 驶向投影上几何图形的建筑物 在音乐声中突然璀璨的烟火照亮天气 照亮了主建筑物的几何漏雕穹顶 这座建筑物就是有着漂浮海上的艺术殿堂 之称的阿布达比罗浮宫 阿拉伯联合大公国的阿布达比罗浮宫 于11月9日晚间 在被三面水所围绕的国务馆建筑周边 融合了肢体表演 递进水上投影 烟火与声光等艺术元素 交织出一场绚丽精彩的开幕表演 历时于十年 耗资十余亿美元新建的阿布达比罗浮宫 坐落于阿布达比近岸的沙迪亚岛 是罗浮宫首座海外分馆 由法国知名建筑师尚努维勒设计 于11月11日正式对外开放 博物馆占地两万四千平方公尺 有23个艺廊 共展示超过600件永久收藏 外界的艺术作品 其中250多件为阿拉伯联合大公国 拥有的艺术珍藏 约300项作品是向法国的13所大博物馆商界而来 包含意大利文艺复兴大师达文西的 美丽的费楼名业夫人 这座博物馆只是个开始 接下来也还有阿布达比古根和美术馆 与扎耶德国家博物馆将会相继开幕 得好 成功 录仙 编产 华物馆 一路 云 拍揍 太阳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